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资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元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与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与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与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Hello 德良 你好 大家好 近来你都一直在介绍我们的听众 就是关于一本书 这是一个日本的作者叫做船赖进戒写的 那个书名叫做《药都不能吃了吗》 他就说究竟你的身体得到的治疗还是伤害呢 而这本书在日本亚马逊的网络书里是五星级的评价 实际是预认为这个是史上最完整的药品安全报告 袁医生也希望大家的听众 除了收听我们的网台 袁医生介绍的时候 有机会自己都去买这本书 详细地详细看 今天来到我们就讲到 题目就是《止痛药是恶魔的药》 其实这个也挺震撼的 在市面上一般有些叫做消炎剂 或者是消炎镇痛剂 而作者就写到是引发慢病的恶魔之药 应该纳止停用 我相信很多时候大家都听过止痛药、止痛剂 这些多数都是一般在紧急的情况 受伤或者觉得有不息的时候 是用来做一个舒缓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这个作者会说到 是会引发了所有病慢病的恶魔之药 袁医生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相信大家都觉得止痛药是一个很简单的药 虽然他都会觉得未必能医到病 但是起码痛 止痛就让身体更好 所以很多人都不以为然 就很经常有什么痛症都会 例如头痛、腰痛、膝头疼痛、甚至 一般医生说这些药是消炎震痛剂 顾名思义是为了消除炎症 震症、肿痛而开的药 所以一般人也有各种不同的痛症 通常一般人用了这种药 吃了就不会痛了 真的好,多谢医生 首先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医生告诉你 其实这些服用 是真正潜在的危机开始 首先大家了解 止痛药大概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解热震痛 这个历史很长 第二类是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 第三当然是孖啡 当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病情都搞不好 有时问一下自己 过去有没有经常吃药 例如有时头痛或是心理痛 搞来搞去 有没有想一想 痛的时候是否吃止痛药 就是消炎药 其实这些东西 大部分我们接触的朋友都是 有很多是惯性用这些止痛药 因为有经痛 问题是因为他们觉得 吃了之后是当时舒缓了 他们以为是有效 但他们没有想过 十年之后那些问题还存在 亦都想不到 这些药是会制造其他问题的 好了 我也和大家 就是安保博士 这位日本的一位医学家 他就说 这些药千万不能持续用 这些消炎振痛药 因为它的作用是非常之强烈的 会令到我们胶感神经紧张 会令到我们血液循环障碍 会令到我们果粒球破坏的组织 因此引发炎症 会造成肿痛 原来 原本是想消炎的 振痛的 但又会引发发炎 即是肿痛的原因 就是因为止痛药搞出来 大家明不明白 首先所说 因为整个过程 首先令到胶感神经紧张 接着就导致我们血液循环受到障碍 因为经常都说到很强调 血液循环是 真的血液循环好 基本上什么病都会好 包括癌症在内 所以我们公司里面 很多时候都用一个 强调用微循环的治疗 那一粒球类破坏组织 因为组织 破坏就发炎 发炎就会痛 其实这些是消炎药 这些止痛药做出来的 所以保安曾经有本书 他说不再吃药 病就会好了 这本书香港不自有 不能买 他说减少药量 或者停止服药 各种各样原有不舒服的疾病 都能够传育 所以这本书 介绍给大家听 止痛药的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真的想和肿痛 理解它 就要停止服逆止痛药 好了 原来肿痛是身体 有一种叫做前列腺素的成分 消炎症痛剂 会减低前列腺素的分泌 接着麻痹我们的知觉神经 是暂时输解的痛 痛之所以会发生 基本上就是血循环 障碍的障碍 障碍 硬要用消炎症痛剂 抑制前列腺素的分泌 就会令到血管闭锁了 进一步恶化血流 还有令到我们知觉慈顿麻痹 肿痛当然被压下来 但最终的血液循环障碍 依然没有获得改善 好 当肿痛消失之后 感到安心的病者 可能会停止服用 就是这个时候了 身体为了让身体的血液循环上通 前列腺素又再度出动了 打开血管 于是痛药又出现了 病人又开始服用止痛药 这些循环是永无止境的 简单来说 停止服用消炎止痛剂的戒断症状 即是戒断症状 戒断症状就是痛 为什么你痛呢? 因为你停止这些药物 所以 头痛的人是永远离不开头痛药 你有变过哪些人是头痛的人? 吃吃吃吃,结果是没有头痛 医院里面是充满药物中毒的患者 很多患者根本没有察觉不到 已经自己代入了这些药物中毒 还有 菲律固醇的消炎药止痛药 是会导致脑部疾病的 而在动物实验里面也证实了 用这些解热剂 这些消炎药 退消药 死亡率会升十倍 这个我替大家很久以前 有个叫做《发烧事有事的》 这一集是讲得很清楚的了 好了 如果一般的病人 一般的市民都是 一直都受到分图感染 就是说有痛了 马上玩消炎止痛药 试试试试试 但是如果现在阿邦博士的推论 证实了 其实就是说 你吃了就不痛 但是一不吃的时候 那些痛又完全走出来 根源的循环就不断不断地存在 所以真的 都听过那些朋友 永远都是 只是不断找加强加强的止痛药 去处理他们那些头痛的问题 最主要记住 这些药物就是令到我们交感神经 经常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 引发起我们那些慢性的血循环的障碍 当然血循环障碍会令到身体全身的细胞 失去活力 就是血养身体细胞 会招致各种疾病 经常使用这些消炎止痛剂的人 有无少人因为血流不暢 而接着觉得胃寒 很怕冻 耳鸣 是 云换云 是 头痛 腰痛 在我们的听众里面 大家有很多人在这样的情况 是 长期下去 我们会出现一些 我们叫做 憤怒的激素 就是腎上腺素 就会增加 这些腎上腺素 其实是一种毒性 最新是一种毒药 可以等于射到两三倍 这些毒素 就长期积在我们身体 身体经常都不觉得不舒服 常常觉得那个烦躁 容易生怒 是否这个腎上腺素 聚绩 这些毒素的激素 好了 接着我们那颗球会增加 我们活性氧 大量生产 继续破坏我们的组织 好了 那么 记住 如果你是因为腰痛去看医生 一般都是这样 消炎症痛药 是必定的 好了 接着就来了 接着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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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开始这件事 那个胶管神经紧张 造成淋巴球减少 接着造成免疫力减低 接着是致癌 接着是感染等等 那大家知道癌呢 是出现一个 身体的一种 即是高温是可以刺激的 是 好了 那我们看看 譬如消炎症痛药 是有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 它会影响我们 护家感神经功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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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致活性氧的增加 這個組織就出現破壞組織的炎症 比如胃潰癢、胃炎、痔瘡、牙周病、白內障、癌症 以及多重器官的衰退 腎上腺素過程還有出現的問題 就是血管循環障礙 我們稱為虛血 頭痛、肩膀的酸痛、腰痛 層肱膀的黏症、不孕、四肢冰冷、手指壞死、尿瘡、頭動的重重 關節腫痛、子宮內膜移胃 以及嶺巢的濃腫 腎上腺素過程還有使臥蜜蜜上升 然後失眠、高血壓、經常覺得很累 全身性疲累的感覺、不安、恐懼的感覺 以及很潮水 你可以看到一個這麼簡單的 是否真是萬惡之願 一個這樣的止痛藥 是真是導致我們曾經所分享給大家的 很多很多疾病 還有一個很嚴重的副作用 這種所謂的中書神經的藥物 會導致很多副作用 副作用僅次於抗生素 這位田川教授 他經手了39個病例 有32個問題出現解熱陣痛劑 正是副作用 其中是羅患感冒的 她是54歲的女性 服了感冒藥之後 全身出現多著的栗粒大的皮膚 臉部呈現浮腫 其實這個導因是其中一個陣痛劑的成份 這是副作用的 還有患者裏面有一位出現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28歲的男生 接著他用静物注射鎮定劑 叫做Pentagin 在使用期間六個月就死了 OK 當然很多人經常體驗副作用 很容易看到皮膚 可以稱為虐診 嚴重可以導致死亡 被一種毒性表皮壞死的溶解症 因為副作用關係 相對一粒粒溶解剝落的可怕症狀 這些都是一種鎮定劑的 叫做安基比林 Aminopyrene 這些是藥疹的例子 這種情況是非常之痛 患者沒有辦法自己轉身 要靠護理師幫助 但如果護理師一動他的背部 背部的皮就一塊塊剝落 當然患者最後在痛苦和休克中死亡 最危險的就是這些 導致這些病毒的鎮痛劑的藥物 大部份還是在感冒藥裡面有的 所以有時候買感冒藥 其實大家都和大家分享過 是沒有感冒藥的 是沒有什麼有效的感冒藥 所以其實裡面 都是很多這些鎮痛劑的消炎 因為很多時候人們感冒的時候 會出現了頭痛、喉嚨痛 或者是周身軟喉嚨骨痛 所以最普遍的人 就馬上去買一些感冒藥 原來現在分析了之後 感冒藥裡面是有這些症痛劑 就是止痛下去的時候 而真的出現了這麼多的問題出現 好,這節的時間差不多 一會兒回來我們繼續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我們的題目就是 止痛藥是惡魔的藥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傳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ealing.com.h 歡迎回來第二節原網台的 治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止痛藥是惡魔的藥 根據這本書的作者 他一開始已經說了 止痛藥其實是引發慢病的惡魔藥 應該是 剛才在上一集的時候 我們也聽過 如果服用止痛藥的人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引發這些病發症 例如有便秘、排尿障礙 口肝舌燥、失眠、高血壓、皮類、 捲桌、焦慮、恐懼感、潮水、頭痛、 肩膀的冤痛、腰痛、不癮、 胃寒、貧尿、關節的腫痛、 子宮內膜疑胃症、胃潰癢、胃炎、 痴瘡、痴症、牙周病、白內障、急性肺炎、 胰臟炎等等這些症狀 聽上去真是慢病之緣 就是那個藥 我們應該怎樣去處理呢 很多時候有些人有點痛或急痛就進入醫院 可能因為腰痛、動不了緊張到死 就拖去醫院了 當然醫院做得什麼呢 就給這些主痛藥、對消藥 我剛才所說 其實這些消炎鎮痛藥 很多時候在我們感冒藥裡面 根據這本書說 要安保各事 其實這些藥 因為經常在流感藥裡 所以很多時候和流感腦病發生 是有所關聯的 這些腦病是腦炎的種 如果患者出現腦壓上升 意識混亂、嘔吐、興奮狀態 甚至可能死亡 每年日本下 每年一萬人以上是死亡 普通的流行性感冒 而這個懸空之一 就是這些消炎鎮痛、退消藥的副作用 是不是? 不用一萬人死在這些普通流感 是死在這些藥 通常安保博士說 住院期間或醫院體診 如果醫院說 打劑退消藥 或者開酒、watering 這些泉劑、塞肝 一定要拒絕 因為消痛制 抑制炎症、消衰痛 但是患部的血流是受到障礙 感到很冰爛的 當然是發生了血液障礙 經常使用全身上 出現血液循環的障礙 身邊各處都發難 正在使用止痛藥的人 身體會覺得非常寒冷 手腳、腹部全部都像冰一樣冷 這些臨床醫生的症炎 大部分時間都有這些問題 因為我自己有位朋友 他有時候在網上提起 他有個問題 他經常都很怕冷 怕冷得很厲害 他經常去做運動、游泳、瑜伽 做很多很多事情 但當然有一件事 很肯定他是不明白 他過去用很多西藥去處理小毛病 其實是問題的根源 原來在醫學上 有一種說法 寒冷是慢病之源 其實所有疾病的發作 都是源於血液循環的障礙 即是所謂寒冷 所謂止痛藥、消炎鎮痛藥 是徹底切 切頭切尾的 惡魔之藥 在終點的等待 唯有癌症 因為為什麼呢? 體溫越低 癌細胞的繁殖 就越旺盛 大家都分享過 在自然醫療的醫癌 其中一種是一種高溫的醫癌 這種高溫在外國 是比較上有用的 在香港我暫時都不知道 有什麼診所 懂得用這種方法 它就是 注射一種特別的細菌 這種細菌 會令到你身體發燒 這種受控制的燒 會幫你醫治癌症 這叫做高溫治癌 在香港聽聞 有一段時間 企容是用電流 放入被乳房部位 癌症的部分 企圖令局部的溫度增加 所以很多時候在治療裡 我們都建議病人做多些喪囊 這些類的 還有多些曬太陽 做多些運動 令到體溫增加 所以在止痛藥裡面 第一,令到止痛藥 導致低的體溫 然後導致癌症 然後吃了抗癌藥 然後放射 然後導致免疫能力下降 癌症末其惡化 然後衰弱 然後死亡 總痛的意思是 不要動 不動 別動 總痛 別動 好好休息 的跡象 所以 在這時候 認為要入院之前 先試試截食 斷食 安靜休息 或者休息是最好的良藥 斷食可以大大提升 我們身體的治癒力量 很多時候 在癌症醫療裡面 也有一種用斷食的方法 來處理 好了 剛才講過了兩種 我們很常見用的陣痛 第三種 就是力度更加強的 就是孖啡 一般來說 孖啡應該都要在醫生 醫院裡面的處方 但是如果一旦 剛才這樣說 一旦用到孖啡的時候 免疫力就會更為罩降 癌細胞激增 而殺死了患者 大家都知道 很多時候 我們在醉癌症的美期下 病人痛苦不堪 在醫學上 就會採用孖啡 大家知道 孖啡是一種 你自己用的孖啡就會被警察拘捕 一種犯法 但是我們不能夠麻 也不能夠油 也不能夠溶 因為這種麻醉藥中毒 會令到心心極大的傷害 但是 醫生可以光明正大合法 是將這些疲鼻無鼻的美期患者的病人 你想想 這些毒藥 用簡單來說 這個簡單的毒藥 健康的人都不讓你用 因為身心會受損 但給這些虛弱無力患癌症的病人 你想它造成的是什麼悲劇呢 很多人都想不到 其實正常的情況之下 我們這些人是不會痛的 癌症的死亡 一般人都以為是很痛的 但其實這個不是癌症本身引發的痛 是因為抗癌劑和放射線 令到組織徹底破壞的關係 癌症本身是不會痛的 死亡本身是不會痛的 什麼叫痛呢 其實 我們的神經是有一些 複數的神經細胞連接 同腦部一直延伸到肢體的末端 細胞間的傳達訊息 是需要釋放一些月流癌症 膽癌症 這些是傳遞訊息的 如果膠感神經緊張增加 這些傳遞訊息的釋放就會中斷 所以很多時候 運動員在運動的期間 因為膠感神經處於緊張的狀態 他是忘記了痛的 即是整傷了 繼續可以比賽 其實用孖啡止痛 其實是以人為的方法 是令到膠緊神經處於極限的狀態 是阻斷了神經的傳遞的 OK 好了 有時候我們知道這些 這些知覺下被抑制和阻擋 其實有時候連我們的思考都會出現問題 所以很多時候 用麻藥的人 是沒有辦法維持正常的思考和行動 所以繼續下去 那些人連講話都會開始有問題 當然這些麻藥造成的人格的毀滅 是因為我們的神經傳道被阻斷的關係 OK 但最大的問題 當我們的神經系統處於極限的狀態 我們身體的淋巴球數量就會急劇減少 令到免疫力下降 OK 我們在醫學上 原來醫學上 用藥指想到的好處 但其他人一開都沒有想到 OK 那麼 就算你所謂解決了痛苦 但是病人其實一樣都沒有辦法平靜去死亡 OK 好了 那麼 曾經所說 就是我們那個 用美其癌症病人子通藥 是令到癌細胞 即打仗的癌細胞 我們叫NK細胞的淋巴球 是數字減少的 OK 可以這樣說 用麻啡是對付這些美其癌症 是令到患者抗癌的最後剩餘的力量 都被你打掛 是 即是連小小自己治療的希望 都希望小小滋火都用水滅色毀滅了 最後等他們就有一種殘酷悲哀的死亡 真的 即是是很可憐 非常之非可憐 好了 那麼到底我們這樣用麻啡呢 到底麻啡是否真的可以令到癌症的痛楚消失呢 那麼原來很多人都有一種這樣的想法 那麼但結果呢 就是呢 就了一個調查 這個調查發現呢 在2008年六七月間呢 有一個全國癌症患者協會進行一個問卷調查 那麼當時呢 共有1634人同意的答這個問題 那麼研究呢 發現呢 黑白應驚人的 他說呢 那一般來說呢 一般來說呢 如果你一般用這些藥的人呢 都以為呢 都以為呢 是那個 那個 鎮痛的效果是很好的 是 那麼其中一個呢 是那個 口爐散 研究小組 護理醫師的回答 結果呢 他認為麻啡對癌症呢 是有不錯的鎮痛效果 在安寧病房 即是臨死那些善中的地方的大學處理 他有48.5到58.4的護理人兒呢 是認為非常之有效的 而在安寧病房 即是末期症狀呢 有80分之80都認為非常有效 這些護理人兒說的 好了 我剛才是問那些是問那些 是問那些病人 患者組織的調查呢 他說呢 根本呢 是有效的情況呢 是要完全 即是痛症消失呢 只是全體病患的66.6% 即是百分之百成 其實都沒有辦法消除 即他仍然都是痛 可能的痛楚減一點 好了 那麼到底誰是正確呢 是否護理師說的正確呢 還是患者正確呢 那麼 所以呢 我要了解到呢 真真正正的效果 那個療效呢 連媽啡都只是 只有16.6%可以控制到痛症 好了 那麼 其實問題是哪裏呢 其實呢 這些癌症的痛症呢 這些癌症的痛症呢 其實是由抗癌劑和方瀉線 帶來的痛楚來的 這些化療藥 那麼這些療法呢 是將身體的組織徹底破壞 才造成腫痛的原因的 所以呢 避開癌症腫痛的首語 越用越來越使用 令到那個膠感神經 和腹膠感神經 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令到血液又不能循環到 病人的體溫又降低 而他們為了要令到 好像以為令到病人 不要再痛的時候 又加重藥 其實這真是一個死循環 最終那些病人呢 其實就是因為 用到那個孖啡的時候 令到那個身體的免疫能力 完全都降低了 沒有了那個反擊的作用之下呢 就被癌細胞吞死而死亡了 最重要呢 原來呢 正常的人 在死亡的過程裡面呢 是不會有痛楚的 OK 是不會有痛楚的 那譬如我自己的家人 我自己的爸爸 他都差不多活到 差不多兩個月就一百歲的 那他都在家裡 我們下午吃飯了 那他就在家裡吃飯 那他就去洗手間 那他在洗手間 坐在廁所那裡 他不是去大便 坐在那裡 接著呢 我工人看到他呢 就是臉青青的樣子 那樣就扶一扶他 發現呢 他就多吐三口氣 接著就停止呼吸 那他走過 是坐在那裡的 差不多接近一百歲 那我自己的媽媽也是啦 九十七歲 之後還去外面銀行啊 去拿錢啊 因為預備伸延 搞那些 例子那些 那到夜 下午回家呢 去了公園之後 回家呢 睡在床睡了之後 這樣就走了 那其實呢 正常的人呢 是不應該痛苦地死 死亡是一個 完全不會痛的過程來的 大部分那些人 為什麼死得那麼慘 死得那麼痛呢 尤其是癌症痛呢 根本是治療癌症 治療的後遺症來的 嗯 好 那這次的時間 我們又差不多了 一會兒我們回來 再繼續治療法與你 繼續回到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止痛藥是 噩摩的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 去過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一個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這樣呢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 這麼繁忙的時候呢 其實現在市面上呢 已經是有一些 接地器的產品呢 在我們的健康店呢 已經 這裡這裡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 家裡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呢 可以在我們 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 28824848 歡迎回來第三節 元朗元網台的 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回到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止痛藥是 噩摩的藥 如現身上兩節 我們就講過呢 是關於一些 內服的止痛藥 燒鹽藥等等 都知道可能 內服食了身體裡面 那個傷害性很大 如果有些是外用的呢 譬如在日本呢 我們去日本旅行都見到的了 有些人特地都要去買很多 日本出版的止痛貼 那些 一箱一箱去掃貨 那些東西 其實外用那方面 是不是沒有那麼大傷害性 可以用到的呢 根據這位安保博士的警告 他說 你一樣不可以使用的 因為那些消痛鎮痛藥呢 就是所謂的非類固醇那類一種 主要成分呢 是那種 是那個聯泵月酸 那個 Felbonate 聯泵月酸 含有300%而已 那數到這個成分的抗炎藥 是屬於抗原藥 是屬於抗原藥 是一百三十多種的 嚇死你的 那麼這些就很多時候呢 就用在這些所謂的外用 可以腫痛啊 腫脹皮膚用的 這樣 好了 但是其實呢 我們要知道呢 身體的毒物 藥物 毒物呢 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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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服 第二 經過我們皮膚 第三 就是我們肺都會吸到 這個三個途徑進去的 所以要注意呢 其實呢 皮膚都是一種吸收作用的 所以要問我們 不會貼在皮膚 那麼其實呢 入外的身體呢 都可以經過皮膚侵入的毒素 我們稱為是 經皮毒 Transthermopoison 經皮毒 這樣 那麼這些外用的消炎陣痛劑 最終都會成為一種 經皮毒 帶來人體不良的影響 那麼當然呢 其中有一個主要成分呢 就是那個聯繁月酸 那會妨礙呢 引起腫痛的物質 被我前列腺的生成 那麼這個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方單上面呢 說明書上面呢 那麼 他說呢 在肌肉腫痛呢 是可以發揮優秀的效果的 那麼 那麼當然呢 越是那個腫痛 越是舒緩得越快呢 其實呢 效果弱的問題呢 就是越危險 就是一個基本上限 那麼你看到這些軟膏呢 就不要以為是 是害人都可用的 那麼 那麼他那個說明書裡有說的 有這些人是不准用的 是 如果那些人呢 查了藥膏之後呢 產生了癢養呀 節縮性皮炎呀 紅腫的過敏的人 不可用啦 第二就是曾經有個 氣喘 敲轉發作的人呢 不可用啦 第三 孕婦或者可能懷孕的女性 那麼第四呢 十五歲以下的瘦仔 第五就是有濕疹 接觸性皮膚炎 和外傷的問題的人 那麼 就很明顯呢 外用的超炎鎮痛藥的效果呢 可以就用在肩膊的酸痛 腰痛 關節痛 肌肉痛 乳青扭傷的筋肩炎 即是手腕的筋肩炎 關節的筋肩炎 那個手肘的痛 網球手 這些方面的 這個就是他的藥單寫到明的 那麼當然啦 有時候那些人查的時候呢 他含有些薄荷唇 那查呢 涼涼涼涼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很舒服的 好了 但是呢 在我們的所謂副在用裡面呢 那個說明書只是說出診呀 發紅呀 腫脹呀 癢癢呀 覺得每次麻麻呀 接觸性皮炎 那麼如果遇到這件事呢 就要停止服藥了 就是要跟醫生問了 那樣 但是呢 長期使用的危險呢 在臨床上呢 就已經出現了很多 那些什麼危險呢 第一 第一 高血壓 哈哈哈 第二 糖尿病 腎上線素的增加就會令到血糖上升 是 第三 強烈的胃寒 血液循環障礙 滅手腳冰難 第四呢 是頑固性的頭痛 腰痛 心理痛 哇 嗯 奇怪哦 是不是 是 外查的事情 搞到其他痛症呢 是造成慢性 因為會造成慢性血循環障礙嘛 嗯 而那個果粒球的增加呢 是導致那些環固性的腫痛啊 嗯 那就是說呢 指痛藥呢 是令到你的痛呢 是變成慢性化 嗯 由急性病呢 就變成慢性長期的病 是 好了,還有什麼副作用呢 是 是 子宮內膜移位 虎女病現在發生得非常之高的 是 原因就是因為呢 我們膀胱裏面的 骨盆裏面的 內血液循環差嘛 導致這些子宮內膜移位的病 還有呢 可能那些卵巢 那些農腫的這些病 現在很多的 嗯 像朱古力鈕啊 水溫啊 之類的 好了 那最後呢 副作用呢 是失眠 焦慮疲累感 經常使用呢 會令到我們的膠感神經持續緊張 讓身體呢 經常使用一種興奮的狀態 那這些就是我們那個所謂 外用的 是消炎鎮痛藥膏呢 都會出現這個問題的 嗯 好了 那大家想不想到 哇 這些這樣的運動員呢 如果經常這樣用呢 想不想不到呢 原來會有高血壓 糖尿病 胃寒這些 前所都未想過的 還有越用越痛的 惡性循環的 那所以呢 經常用呢 會令他睡不到 容易累啊 精神不靈啊 這些疲倦感呢 竟然是用在這些 內置這些藥物的 嗯 那還有一件事呢 一個是會令到你的脈搏加速 心臟是平平的聲音 跳得很大 那當然令到人煩躁不安 所以你想一下 應不應該用這些東西呢 好了 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其實呢 腫痛呢 其實告訴大家 我們過度用的身體 是肌肉在這裡 哭的證據來的 那錯呢 就是不應該運動到身體 這麼產生的痛楚 痛是暗示的 要休息 就是沖一個糧 活血的活血 血量循環的沖一個糧 接著是休息 其實唯有休息 是最佳的糧藥 用鎮痛劑來隱藏這些代價 是很大 太過恐怖 就是說呢 身體是有治癒能力的 你只要給他一個機會 不要過份勞碌他 身體是可以自己處理得到的 我真的猜不到 最初是想著口服那些 才會傷害那麼大 原來 原來 就算用的外用的軟膏 或者膠布 都可以導致這麼多慢性病 出現的 所以要好好地去了解一下 我們所每一個 用的任何藥物 有什麼副作用 或者引來長遠的問題 還有什麼副作用呢 要了解它什麼成份呢 原來在那些止痛的膠布裏面 其實就有一個叫做 引導尾身的恐怖副作用 快速的襲擊 那時候呢 你去看看 那時候呢 我剛才所說的那個成份 另外一個叫做 那個引導尾身 引導尾身 通常他會看到這些 鎮痛消炎藥膏 會含有這個成份 通常是3.5%的 那其實這些這樣的 這些這樣的 那個引導尾身 這個引導尾身呢 其實那個副作用呢 是不是簡簡單 不是只是 所謂的表面那些 原來這個藥呢 是說到明呢 是會出現那些 嚴重的副作用 包括急性神衰竭 氣喘發作 休克過敏者出診 胃潰揚 胃出血 貧血血液障礙 惡心不適 嘔吐 腹痛 腹射 頭魂浮腫 口腔潰揚 這些這樣的 這些是藥物入門的指引 裡面是說出的 這些是自己製藥公司公開的 藥物品的訪單 那資料是警告的 你可不可以想到這件事情 還有呢 是訪單上呢 他都說到明呢 不要被孕婦 或者可能懷孕的 禁忌使用呢 你又是這些這樣的呢 他說原來這些這樣的藥呢 是會令到 胎兒那個動物導管閉鎖 導致胎兒死亡 還有呢 腦內出血風險會增加 新生兒那個壞死性的搶炎 心失症的旗外收縮 額外就是收縮身條 或者低血糖 根據這些記載呢 用在這些懷孕期間之後呢 會引發持續性的胎兒循環 胎兒動物管的收縮 開放性的動物導管 胎兒的慢性腎衰 胎兒的腸穿孔 胎兒羊水過小的症狀 在動物老鼠實現發現了 是造成是K胎的 是很嚴重的 外形和骨膜都體現這些K胎的 所以呢 這副作用呢 簡直是驚人 很明顯呢 這些能夠造成K胎 是因為它會導致我們那個 DNA 那個突變的原因來的 所以呢 不要說可能懷孕的 其實對女性一般都不應該用的 也都可能呢 會妨礙男性的精子的生長 而精子的畸形呢 就會跟不人脫不起關係的了 OK 所以你想想想 枕貼下這些東西呢 都這麼危險的 嗯 好了 再說這個成份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用得到 是挺常用的 是很出名的 一種這樣的藥 好了 那 看回方單 我最緊要呢 這本書的作者很清楚 他講回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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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書 你看回 只講這隻 這隻成份 那個 那個 引代美生 他說呢 它的副作用呢 是有成很多的嚴重的病 第一 消化性的滾揚 導致滾揚惡化 如果你有胃病 血液異常 導致血液異常惡化 肝腎功能障礙 肝功能障礙 惡化 患有腎臟病的人呢 會造成呢 腎血流減少的症狀 令到腎臟功能惡化 心臟病 能夠 引起 水蠟豬流 令到心臟功能呢 不完全 或者惡化 高血壓 血壓上升 胰臟炎 過敏 很多人對水陽鮮 這類的 阿士巴尼這類的藥 是有過敏的反應 直腸炎 直腸出血 有些人的肝門是不斷地出血 很多人因此是死亡的 如果你胃出血 是不受控制的 胃出血 控制不到 即是在裡面 你都來不及 來到開都去處理它 那痴瘡呢 痴瘡當然惡化 也會導致肝門出血 這些案例 很多病人是會經歷過這些痴瘡出血 一般的出血都會很快止的 但如果有些人吃了很多西藥 止痛藥 這些消炎藥 當他出血的時候 是大量出血 是不正常地出血 甚至每年死在阿士巴尼這類的藥 估計有2萬人 是死在這些不受控制地出血的 好了 還有這些是會引發我們嚴重的酵喘的 可以解釋來說 這些問題是越貼越痛 越貼越痛 所以這些貼的東西 還有一件事 人們會發現自己身體肌肉 是慢慢衰弱的 消弱的 關節負擔增加 當然重草會更加惡化的 長期藥令會想要關節 導致致命的傷 所以我現在看到 很多時候 為什麼有些醫院 開出這些消炎藥 止痛藥 同時開些什麼呢? 開些 餵藥 就是一個簡單的原因 這本書經常都很強調 我們怎樣處理呢? 第一件事就是 總痛特別動 不要亂動 安靜 一定要傳遇 其實它用這些鎮定劑的表面應付了 等於買了去通往地獄的車票 其實可以做到什麼呢? 其實很多的工具 例如瘟疫的療法、按摩、針灸等 其實這本書第一件事就是 其實我們曾幾何時 我們醫學上有五大醫療 是有五大醫療的 只不過用藥是其中一種 那它包括什麼五大醫療呢? 是 那這個其實就是 在我們之前的幾輯裡面都提過的 最終其實是可以有個自然醫療 我們可以採用那個自然的藥物 那些東西 有一個是同類療法 也都是有那個 骨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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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醫醫 還有心理治療 那就是其實我們醫療方面 一向是有五大學派的 但是為什麼呢? 我們偏偏只是用那個藥物那一學派呢? 而其他那四大醫療呢? 是完全平息 那當然是因為經濟掛稅 那其實我們過去呢 譬如自然醫療是用食療為主 那在那個整骨下 我們的整骨呢? 當然是我們導致身體骨落的糾正 由脊椎那方面呢 有脊椎的神經系統 那當然還有一個心理治療 其實我們都說了 其實大部份病呢 是跟我們心理壓力很大的 那還有就是順勢療法 那順勢療法呢? 我們在這裏呢 相信大家都聽過很多很多的了 那我們都開了班 我們有一間那個 我們開始是教授順勢療法 讓大家可以自己呢 適當地在家裡可以用得到的 那最後才有一個所謂的藥物療法 那很可惜 我們這麼多種醫療裡面 偏偏只是偏坦藥物療法 沒錯 人類的健康呢 再只是單獨用在 大部份用在藥物療法裏 就忘記了其他四樣的 那麼有效 沒有那麼大的不良副作用的方法之下 是以為可以令人有一個健康 所以這本書就告訴我們 究竟你的身體吃了這些所謂的藥 作者已經說 凡是藥都一定是毒物來的了 究竟你吃了之後呢 是令到你的身體多一個治療 還是得到一個傷害的 所以以後每次用藥 甚至乎今次我們聽了就是 不要以為只是內服啊 原來外用的呢 都可以引致這麼大的傷害性啊 令到一個原先是健健康康的運動員 那些東西去吹向了 去傾向了這麼多的慢性病啊 那些東西的問題出現了 那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大家一定要記得 第一就是我們的身體呢 是什麼做出來的 我們的身體 寶寶仔出生 就喝人奶 我們身體是百分之一百的 裡面的細胞、組織 其實百分之一百是食物的營養 記住一下 在胎兒裡面 大靠媽媽吃的食物的營養 是造成我們身體的所有結構的 好了 如果我們有一個傢俬 是用木造出來的 那這個傢俬用久了 可能損壞了 那我們要整好它 維修它 那它用什麼材料呢 其實有什麼材料呢 都是用回木頭 當然用回木頭 所以你記住 詳細 我們的身體健康 是唯一一個真正的長久有效 是我們身體的營養 食物的營養 還有記住 我們身體為什麼可以這麼久 都可以生存人類的品種 還在這裡呢 因為我們身體有一百個醫生 一百個名醫生在我們身體的 再另外 我們所謂一種藥 一種成為一個專利的藥 其實成為一個專利的藥物 是需要符合一個原則 是 這個原則就說 它不能夠天然的 嗯 即是很明顯 如果能夠天然的東西 都可以讓你做專利註冊了 那在座便慢慢控制 我們所有自然界的資源 是吧 所以其實法律 雖然有很多惡法在這裡 但它都明白這個簡單的道理 藥物是不可以專利 不可以註冊的 那這些東西 換句話來說 這些物質 是在自然界從來沒有自然出現過的 你從來找不到自然界有這些物質 那當然也不是身體的一部分 那這種物質 醫學上有一個形容它 就叫做生命的異物 xeno biotic 如果大家明白這個簡單的道理 可以了解一下 為什麼現在的人 很多病 為什麼病來病去 都搞不好呢 就是我們用錯這些工具 用錯這些生命的藥物 那麼這本書 希望大家有機會 買回去自己好好的看 虽然我们在这个节目都跟大家分享很多这本书的内容 很详细已经讲给大家听了 但是很多时候如果大家的资讯不足 就是我们的正确资讯不足是导致大家的病的主要原因 刚才袁医生提及过大家的资讯不足而病 在这本书里这个作者也很强调提到出来的 之前他有引用几位医学博士不同范畴都有提及过这件事 今天麻烦一下袁医生再和我们分享了关于这本书 《药都不能吃了妈》里面的内容 我们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和袁医生做一个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去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麻烦你了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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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